我们今天呢 继续我们把这个 Angular Momentum的这个部分 Spin的这个部分 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就把它讲完 OK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上一次所讲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Spin这个东西呢 找不到一个古典可以对应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就是要用实验来看看 实验的测试上面 很快就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Spin跟Angular Momentum Spin的Angular Momentum 跟这个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非常非常的像 那既然非常像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拿来呢 一起啊思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很快了 我们将以前呢 我们所认知的 这样子的表示是 OK 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表示是 把它写成L跟ML的这个部分呢 现在啊 我们要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叫S MS的部分 假设说 我们的Spin 跟我们的Orbital 当中没有任何交互作用 那它就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OK 就很简单 假设有交互作用 那很明显的 我们用上面这种写法 非常非常的单纯 但是呢 并不能够表达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进步到一个 J M J的地方 那么在上面那边呢 我们就说啊 假设是对Electron System而言的话 这个Fermio 这个Total Wave Function 它一定要怎么样 Anti-Symmetry 对不对 它一定要是Anti-Symmetry 所以呢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这个做法 OK 我们上次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 Two-Polical System Two-Polical System 那你就有两个Orbital Momentum 两个Orbital的这个表示式 两个Spin的表示式 那你就要稍微的把它排列一下 所以说假设呢 这样一来我们Total Wave Function 可以写成Orbital VFunction 乘上Spin的VFunction 那么我们的写法呢 就可以很简单 就看看它的状况 假设这个是什么 Symmetry的 那后面这个叫什么 Anti-Symmetry 或者是这个是Anti-Symmetry 那后面这个叫Symmetry 对不对 我们呢很简单的 讲到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上面呢 我要把有一个式子 稍稍微把它拿出来 OK 那这个呢 我们待会儿再来加强它 那要是这个样子 这边呢 我们呢 Two Particle System 我们会有怎么样 我们就会有 我们就会有 Orbital的部分 Special的部分 空间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 角色 第一个再这样 第二个再这样 减掉 第一个跟第二个呢 对调一个位置 这是空间的部分 其中的N呢 代表 比如说 其中一组NLN N Plung呢 代表一组N Plung L Plung N Plung OK 所以第一个粒子 在这个状态 第二个粒子 在这个状态 然后交换 对不对 交换了第一个粒子 跑到第二个状态 Plung的状态 第二个粒子 跑在N的状况 所以它这个是Anti-Symmetry 既然它是Anti-Symmetry 后面一定要呈上 一个Symmetry 整体Total Wave Function 才会是Anti-Symmetry 所以我们后面呢 就可以呈上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Spin呢 比如说 这边是Symmetry 两个通通都是Up 或者两个通通都是Down 以及呢 它们的线性组合 以及另外一个 各占一个的线性组合 OK 好 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这边是Anti-Symmetry 那后面呢 就一定要是Symmetry 或者呢 前面是Symmetry的 然后在层上 后面一个Anti-Symmetry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Symmetry 增上 Anti-Symmetry OK 假设我们来计算 它的这个Probability Density 就看看它出现的这个几率啊 就你一乘的时候 你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呢 发现什么事情呢 假设是后面这个状况 后面是Anti-Symmetry 前面是Symmetry 它会很喜欢一件事情 假设两个Spin呢 维持在一个Up 一个Down 它是Anti-Symmetry 的这个状态下面 那前面呢 Orbital呢 它很喜欢一样 很喜欢一样的时候 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们空间的微方群 又在同样一个地方 OK 当然啦 我们一想 哇 空间的微方群 都维持在同样一个地方 空间就是这个 电子在空间的位置嘛 对不对 维持在同样一个地方 那 岂不是代表这两颗电子 非常非常非常靠近 那你告诉我 库伦排射力怎么样 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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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OK 但是因为是同一个State嘛 所以要嘛 它后面就一定要维持 什么样 上下 一定要维持上下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包力啊 不相同原理 它告诉我们说 同一个状态下面 后面能够接受的呢 就是这个 不对称状态 一个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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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一个spin down 那假设是后面 两个平行排列的呢 的这种状态呢 你去做 它的density metric的这个计算的时候 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喜欢这两个状态啊 尽量不要一样 不要一样 越圆越好 OK 越圆越好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咦 是不是我们有两颗电子 要填充到同样一个地方的时候 OK 同样一个orbital的space上面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function OK 要注意它的function 好 那我们大概 就可以知道这样子 那紧接着 当然就是ls-coupling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稍稍微讲一下ls-coupling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继续的啊 来跟大家讲几个东西啊 我看看上次有没有讲这边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来讲 假设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式子呢 写成第一个式子 下面这个式子写成第二个式子 我们现在是一个 two electron system 好了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件 two electron system OK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因为呢 它们是一个全同例子啊 对不对 所以假设呢 你把 一个exchange的operator 对harmitonian作用完 让它等一点 告诉我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嗯 怎么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讲话了哈 上学期学的有点忘光光了吗 OK 好我们来看看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然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式子 and 第二个式子 这两个组合起来的式子呢 都是怎么样 这两个组合起来的式子呢 都是怎么样 OK 好 然后呢 这个要成立 这个要成立 记住这个只能够 把一二个例子交换 要成立的时候呢 this is true for 一个harmitonian 怎么样呢 with symmetry in coordinate 它必须要是在 空间坐标上面啊 是对称的 它才能够有 有这个特质 OK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不行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哈 巧乌书 我们有两个 non-interactive 的particle OK 那 Two independent particles OK Electron 好了 它们两个呢 并没有交互作用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harmitonian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啊 写成两个的独立嘛 所以第一个 它一定可以写成第一个 再加上第二个的harmitonian 所以这才叫做两个没有交互作用啊 那第一个是什么 负h bar平方overm 最简单的 OK 第一个可以写成这样子 再加上第二个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很明显的 pe2 对着h呢 一定是怎么样 等于0的 它一定有这个特性 OK 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三个式子 这个叫做第四个式子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symmetry of each function OK 因为呢 这个要等于0啦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symmetry 假设有两颗 OK is independent of time 它本身呢 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怎么交换都可以 OK 好 那么 它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同样的 同样的 同理一件事情怎么样 equations 1 and 2 are degenerate functions of Hamiltonian 1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啊 当然 简单的一个写法就是说 Hamiltonian 1 在phi n1 会得到1 n phi n1 OK Hamiltonian 2 最后在phi n2 会得到1 n phi n2 Hamiltonian 1 最后在phi n plan 的第一个 也会等于1n phi n plan 1 Hamiltonian 2 最后在phi n plan 的2上面 也会等于1n phi n plan 2 也就不管你怎么作用 最后在它们个别的这些微方形上面得到energy大家都一样 OK and 最后面当然了 Hamiltonian 1 2 就是两个结合的Hamiltonian 2 对着一个anti-symmetry 的微方形它一定可以得到en 再加上en plug 的phi OK 那因为这两个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两个一样 这边是nplug 我们就写nplug好了 那简单的就是把两个加起来 只不过在这边它告诉我们 它们一定要有一样的东西 OK 或者是说 OK 我们先这样子写 OK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 这个说它是independent 没有interaction OK 没有interaction 但是 OK 那 等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呢 对这两个state 这一边呢 这个两个 两组 eigenfunction呢 的状态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写法只有一种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只有一个状态 这个是singulate singulate singulate state 那么这边有几个状态 有三个状态 这个配上上面是一个状态 这个配上中间是一个状态 这个配上后面下面 这个又是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叫 triplet OK 但是呢 它们的能量完全都一样 OK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看看 那我们看看 假设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 假设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后面是个平行的 它最大的probability density呢 就是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假设很不幸 这两个完全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两个完全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 你做这个交换的时候 等于自己 自己减自己 等于零 它就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我们这两颗粒子 坐落在同样的 的state上面 坐落在同样的state上面 那么 这个时候它的spin呢 又是平行的话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计算起来 发觉 它的这个微方群 会等于零 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于 那个状态 只有当怎么样 当你这两个做交换的时候 OK 它发觉它们两个要一样 它有最大的probability 因为两个都一样嘛 相加起来就变成两倍 OK 那这个时候你后面 一定要anti 什么symmetry 一定要两个相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这就好像这说 它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呢 告诉我们说 两个平行的spin 好像我们上面triplet 它一定要怎么样 这两个电子的orbital呢 这空间的微方群 要完全不一样 好像一个repulsive 它会把他们两个的推开来 对不对 因为假设两个完全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它会减掉 就变成没有这个微方群 不行啊 这两个一定要不一样 所以两个同样spin 它们的这个电子 好像当中有个什么样的 古典的这种感觉上面的这种排斥力 你要是在这个state呢 抱歉我就不要在这个state 我一定要到另外一个state 而且很好玩的是 我到另外一个state 我还是要维持平行 OK 我还是要维持平行 那这个实在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假设有两个spin呢 它是什么 anti-perial 就好像这两个有个什么 attractive false 所以呢 它们一定要怎么样 挤在一起 一定要挤在一起 记住哦 当我们来写这个wave equation的时候 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两个例子啊 因为它全同例子交换完 之后一定要跟原来的一样 OK 那同时呢 total wave function 你要保持anti-symmetry 我们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 OK 但是这个交换呢 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就好像我们这边看得到的 假设呢 这两个电子是non-interact non-interact 那很明显的怎么样 所有的state 它的微方 它的energy呢 都是一样 它是什么 degenerate 它的能量完全一样 OK 能量完全一样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有个state 我看看 我在这边重新写一下 我把这个写下来 所以我们要说 2 independent electron system OK 那么它的state呢 它的state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样 总能量 en 再加上en plus OK 这里面呢 总共可以区分为 三个triplet state 一个triplet state 它有三个 跟一个singlet 它们是degenerate 它有三个 跟一个singlet 它们是degenerate OK 那我们来看看 两个怎么样 有interaction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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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harmetonium 不再是这么简单了 本来harmetonium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动能 再加上我自己这颗电子 所感受到的 胃能 电胃能 比如说我一颗 嗨好了 就类似讲一颗 我就有什么 原子核 然后上面两颗电子 第一颗电子 受到原子核的作用 写在这边 第二颗电子 也受到一个原子核的作用 写在这边 假设这两颗电子 互相独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但假设 你有没有可能 两个电子 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一个很靠近的地方 电子子跟原子核的作用 两颗电子 彼此当中没有作用 可能性有多大 就看你距离多远 假设很远 那就算了 假设不很远 那它们一定有个作用 对不对 它一定是这个 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这个 之后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 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它们两个 库轮的排斥力 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那一定要 一旦有库轮排斥力啊 咦我们就发觉 状态不太一样了 状态不太一样是什么意思 这个singulate state 它告诉我们了 你后面要是反平行的话 前面这个它prefer 处在一个处在同样的状态下 处在一个同样的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们 它们非常非常靠近 所以这一项怎么样 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哦 这一项作用很大哦 对不对 这一项作用有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the energy of the singulate state 哦 升得很快 升得很快 那要是在这种状态呢 当我是两个平行的spin 那前面绝对不能一样 因为一一样它就零了 它一定要不一样 不一样的意思 就代表它们两个距离怎么样 比较远一点点 比较远一点点 会不会增加 会 增加怎么样 非常的有限 会增加 它就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画一个图啊 类似这个样 哦 这一个好 嗯 嗯 我都能写在那边 没有interact呢 我的energy在这 它是en 再加上en plus 它是个four fold degenerate ok 它是四个 四阶 减并态 但是 但是当它有什么呀 interact interaction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four fold 就代表有什么 有three fold 这个是什么 triplet 跟什么one fold singulate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它就要分裂 一分裂之后呢 它分裂到上面呢 这是singulate sing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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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这个 它有什么特色 后面的spin啊 是相反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triplet 它是什么 两个平线 ok triplet 当然是three fold degenerate ok 我们发觉它能量 不只是 因为两个电子的 酷能交互作用 而增加 它还分开来了 那我们就将这一边呢 这种分开来的能量 叫做exchange anage 所以说假设是这种状况的话 两颗电子 有交互作用的电子 只有单纯的这种交互作用的电子 那它的ground state 是什么 是平行 它喜欢这个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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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边我讲两颗电子哦 那么这个是ground state 就是指triplet OK they are parallel 它们是平行的 OK 它一定要这样 那这种啊 这种很特殊的 我只是 这边我所做的每件事情 只是把粒子交换一下而已 然后呢 在它们有交互状下面 它竟然就出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分裂 OK 那我们就会 有另外一个讲法 OK 一个感觉就是 In other words The exchange force The lines The spin 本来是两个独立的电子系统 现在开始变成 不独立的时候呢 它就 出现了一些状况 OK 那在我们的交换作用下面呢 它就分开来 而且ground state呢 它喜欢的是平行的 OK 好 现在我们讲到这边呢 就变成说 我们讲过什么东西 讲过什么东西 从上次讲到这边 从上次讲到这边 我们总共讲过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假设有个momentum 有个spin 处在于一个磁场里面 它就要受到这个磁场的作用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呢 我们原先讲的是 假设我根本就不管spin 我只管angular momentum 这angular momentum呢 在这个磁场里面 假设磁场朝上 它会不会转过来 不会的 它会受到量子化 会在这边precision 不是古典的 就这样转过来 没有啊 它在这边precision 这一precision了之后呢 precision的投影量呢 它告诉我们 有一定的投影量 量子化的投影量 假设L是1 它投影量可以是什么 1 就完全这样子 投影量可以是0 对不对 用你们放 0 对不对 跟投影量是-1 对不对 假设我是2 所以我可以是2 然后我投影量呢 可以变成到1 再变成到0 再变成到-1 再变成到-2 它不是连续的 它一定要怎么样 discrete 这是基本上的要求 OK 所以呢 我们 我把我们学过的东西 在这边写一下 假设有个秘密封 假设有个秘密封 在B里面 在B里面 那么它就要Lama Procession OK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怎么样 它的state啊 dependent onMJ 你MJ呢 投影量多少 它就会跑出几个state出来 所以呢 beforeB 它可能是一个 假设L等于1 那么 再加个B之后呢 这个是 加个B之后呢 它就要分裂了 分裂成L等于1 L等于0 L等于-1 OK 它就要有简直的 很简单的一个现象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exchange exchange的时候呢 它讲的exchange 没有 这样子好吧 这边 先讲这样 这个idea 你放在单颗 放在双颗 放在N颗 通常都一样 我们讲的这个L 就是L 对不对 但是呢 假设我们不只是L 我们还有S呢 还有S 就是spin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眼光呢 可能就要跑到一个地方去 那叫做J 假设我们有LS coupling 待会我还要再讲一次LS coupling 它的angular momentum 跟它的spin有couple 这一couple之后呢 本来一个是L 一个是S 本来呢 你是一个L ML的 S MS的 抱歉 你现在这个不是很好的good quantum number 你要转到J MJ 它才会是good quantum number 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 本来呢 我们以为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比如L等于1 S等于2分之1的 它现在告诉我们 一旦有LS coupling 没有LS coupling 没有LS coupling是这样子的 假设有LS coupling 它马上呢 就可以分裂 分裂成什么呢 相加的 2分之3 Z等于2分之3 以及Z等于什么 2分之1的 两个stay出来 它立刻就要分裂 LS coupling 我看看 应当不要这样子假 还没有分裂 还没有分裂 应当这个地方呢 我这样子写 它会有两个 L等于2分之1 spin等于2分之1 L等于2分之1 spin等于2分之1 我可以有这两种 排列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一过来呢 它就不喜欢了 它就喜欢变成 Z等于多少 2分之3 Z等于2分之1 它就 L等于1 有分数吗 不不不 L等于1 抱歉 抱歉 写太快了 写太快了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的case 不能变 我这是重新写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OK 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里面的状况很复杂 比如说呢 L等于1的呢 它的ML会是什么 哇 好复杂 我应该这样子讲 这里面呢 我这样子写好了 好不好 我把它写成这样 这是ML 可以有10-1 MS也有等于2分之1 -2分之1 所以这些排列组合好复杂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喜欢用Z来看 Z变成2分之3的时候呢 MZ呢 就会有MZ3 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3 MZ呢 就会有等于2分之1 OK 但是 我一加磁场一进来之后 它就会分裂 它就会分裂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分裂成一塌糊涂 我先假设 它完全分裂好了 OK B加尖它 它就会整个分裂 OK 假如说 我们还要考虑到 Exchange的问题 它会再更进一步的分裂 OK 或者是 谁强嘛 你就先考虑谁嘛 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 它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作用 叫做B B 会让你本身的 这个投影量来量子化 OK 那你就会得出 你的一个状态 记住 我这个并不是代表着说 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OK 也就是它会 变得被量子化 你也有可能有LS coupling LS coupling就让你 呈现出怎么样 新的状态 然后假设 我再加个B呢 它就会分裂 OK 它就会分裂 所以这边就变得很复杂 你会说 诶 我有没有可能 我为什么一定要整合完之后才分裂呢 我可不可以事先分裂 OK 我事先可以分裂 我这边本来就可以分裂 1可以对 1可以对 1分之1 负2分之1 0可以对 1分之1 负2分之1 负1可以对 1分之1 负2分之1 反正都跟它一样分开来 why not 当然是可以的 OK 但是 但是我们假设有LS coupling 它必须要在新的 AigenState下面来看它 所以 假如说磁场很强 我可以先分裂 可能LS coupling就不重要 但是 假设LS coupling很强 那我的磁场 要事后才去分裂它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来讲里面的一些比较体调 好 我们现在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我会不会用到前面的 好 我们这边只要记住一个东西就好 在Singlator State 在Singlator State 它喜欢两个怎么样 也就是这边是反平行的状态下面 它喜欢orbital的微方旋 尽量一样 OK 尽量一样 这是暴力不相同原理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可能呢 这边都是2electron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我看看 我需要一个板面 我看看我怎么放比较好 1 2 好 好 我先讲LS coupling 好了 好 怎么样 要下课了 好 那你们先下课个五分钟 好不好 先下课五分钟 然后我来分配一下 我看我黑板我要怎么放 然后我们再开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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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